听说了吗 男方的前任今天也来了 哇 这前任比前任好看多了呀 你知道的 我和他早就没什么了 你好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他的前任 我和他早就不再联系了 你要相信我 不要意味他一下我们的感情 懂吗 好 游戏一下吧 等我回来 你 刚才光顾着自我介绍 忘记把金面礼给你了 你到底想干嘛 没什么 就是想跟你单独聊聊 这么好看的前任里都不想负荷 你对你女朋友真深情啊 这么久不见 都不打个招呼吗 我和你没有什么好聊 那你跟他聊吧 我们分手吧 他跟你说什么了 你为什么要离开我 你弄跑我了 这就是原因 平时他都很好 可是只要我稍微不听他的话 他就会变得很极端 死心不甘 我只是太爱你了 极端的控制日根本就不是爱你 我 打电话把你家长叫过来 去 喂 有没有 这交头主人刚上任就要请我家长 你要是能帮我 你就是我亲大哥 嗨 没问题 老师我儿子他 老师好好 你是他 父亲 我从罗修一把再也不干了 我怎么不知道你有这么大个儿子 长本事了 还有你 你们俩 一个都别想跑 要迟到了 被机理委员抓的要跑全岛 要迟到了 我不行了 我跑不到了 还有五秒 还不及了 我不等你了 你等到我 你迟到了 学姐 这不是刚下令嘛 按校规 预备领想 就算迟到了 你可以开始跑了 怎么这样啊 哼 完了 我没有带领带 叫他转定主 就要穿正装 这下我都放ABC了 拿着 模特什么 进来 哎 小姨妈 你们班男生这么多 还让我班说 反正你今天也没事啊 我是没事 但是 好嘞 真的是烦死人了 烦死人了 烦死人了 一切什么事都不敢 就知道这么人了 这怕不是咱们班主任的男朋友 这么凶都能找到男朋友 哥们也太惨了吧 跟咱们班主任太连爱了 不是 不是哥 你听我解释 我没想 他不仅脾气手 而且睡觉还打呼 真的假的 不止这样 他还 是 你先常伴我男朋友 我发现我没有 你敢八卦老师 老师我错了 你听我解释 我 还敢狡辩 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